人人都夸我是京城最贤惠的女子 夫君在那第二十房小妾时 我将自己陪家的差子 给小妾当聘礼 夫君满意道 明珠 你虽出身差些 但还算贤良舒德 可以做我的世子夫人 我看着90%的任务进度条 心里冷笑 她不知道 我早和系统做了交易 害死我为出示孩子的罪魁祸首 下地狱去吧 林婉柔来我院中时 我正吃着燕窝 她表情柔柔的 眼底是藏不住的得意 表嫂 我不是故意的 可我怀了表哥的孩子 不得不嫁给她 都是我的错 你可千万生表哥的气 看着她这副模样 我压下心头的冰冷 热络地拉起她的手 这是喜上加喜的好事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又怎会生气 许是没想到 我真如此大度 林婉柔愣了一下 在她疑惑的目光中 我将上好的杨之玉镯子 套在了她的手腕上 还在四库里 挑了两箱名贵的物件送与她 尤其是她念了许久的 我嫁妆中那只奉钗 我又承诺 把侯府最好的院子给她住 饶是林婉柔存了 挑衅我的心思 也被好处砸昏了头 晕乎乎地离开了 贴身丫鬟小和 别着嘴 满眼心疼地看着我 小姐 你又何苦为了世子 做到这个份上 看着林婉柔离去的背影 我冷哼一声 为了世子 她也配 我是为了我那 亡死腹中的孩 害死我孩子的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我是寻常官家女儿 一招嫁进承恩侯府 做了世子夫人 成婚前 京中谁人不知 承恩侯世子是个魂不吝的 高门世家看不上她 也会让自家女儿 往火坑里跳 侯夫人挑挑拣拣 这婚事就落在了我的头上 父亲母亲欢喜极了 痛快地让我嫁了进来 出嫁前夕 还不停地叮嘱 我要记得提携兄长幼弟 可世子薄姓 本妻妾众多 婆母也不是个好相遇的 我在承恩侯府小心筹谋 这才有了身孕 成婚两个月时 林婉柔来投奔婆母 我联系她父母双亡 孤身一人 便多家照福 遵她为表小姐 吃穿用度都是最好的 可她却佛口舌心 暗中害我跌倒 摔死了我腹中六个月大的孩子 我撑着刚刚小产的身子 拿出了证物 想要发作 却被世子与婆母按下 还迫使我跪在院中 世子说 宛柔生性纯善 不会做出那等恶毒之事 定是你自己无能保不住孩子 却怪到宛柔头上 就连婆母 也将鼻子扬得高高的 宋氏 厌你狮子之痛 快些回去吧 若再闹下去 我便致你个栽赃陷害之罪 我跪在台阶下 身下鲜血染红了地板 而林婉柔 红着眼 怯生生地缩在婆母和世子身后 所有人都护着她 没人记得我刚刚是去的孩 明明 她已经会踢我的肚子了 林婉柔走没一会儿 婆母便派人来请我去她的院子 我到时 婆母正拉着林婉柔说话 见我来了 她已改方才的欢喜 只淡淡道 你来了 坐吧 我也不恼 坦然落座 看着两人谈笑风生 见林婉柔将那枚凤钗戴在了头上 我便更加放心 约莫一刻钟 婆母才看向我 你这孩子 来了也不吱声 我老婆子糊涂了 你也糊涂了吗 我起身行礼 笑着点头认错 做足了何家欢乐的模样 兜了几句圈子 在林婉柔的提醒下 婆母终究是进入了正题 她想让林婉柔做平期 我看着上方的两个人 心中痴笑 平期 林婉柔也敢想 自然是好的 我面上不显 先是硬程 又话风一转 但恐怕不妥 我与世子乃是皇上赐婚 世子那妾倒无妨 可若是娶平期 那岂不是打皇家的脸 侯爷原本出身乡野 她的爵位是战场上杀出来的 婆母不比京中三英世家的贵妇 是个眼皮子浅的 因着京中许多世家看不上世子 当初成婚时 她硬逼着侯爷去求了皇上 让皇上下这个赐婚圣旨 倒没想到 为了现在挖了坑 婆母呕着眉头思虑了一会儿 点了点头 这点事上她还是拎得轻的 触怒天言的事 不能做 林婉柔面上委屈起来 瞬间红了眼眶 我适时开口 善解人意 纵然表妹身为妾室 可我也不会亏待表妹的 婆母满意点点头 林婉柔还想说什么 婆母却有些不耐烦地制止了 看着渲染玉气的林婉柔 我端起茶盏轻挫了口 她要是当了平妻 那等世子死后 这无边的富贵 我怎能独享 到时候 不知道又有什么扯皮的事 那要是妾室 便不同了 我为当家主母 妾不过是个婉姨 她只能认有我摩错 我刚回到芙蓉院 世子就来了 她大啦啦地坐下 眼下还带着乌青 听说你给了婉柔不少好东西 我心中厌烦 却是洋装体贴点头 表妹是世子心肩上的人 我多爱护些是应该的 世子点点头 面上浮现满意 嗯 不错 本世子最喜欢的 就是你的懂事 她本就比不得是家子 又流连轻楼 通声的气质 也都猥琐起来 说话时 嘴里还喷出淡淡的酒臭 我心中一阵厌恶 不动声色地别过了头 世子好似又想到了什么 你往娘那也送一份 她含辛茹苦地将我养大 也是不容易 你要多孝顺才是 我点头称是 当即吩咐小和 送了双倍的东西 到婆母院子 世子脸上的笑意更甚 将手附在了我的手背上 今晚我陪你用膳 我压下心中的恶心 笑着盯着她的眼睛 她的眼白已经开始泛黄 黑色的同仁 是开始失去光泽 看着任务进度90%的进度条 一丝喜悦在心底滋生 任务快要完成了 她 终于要死了 婆母的松赫堂 近日来人仰马翻 在那窃里程前 林宛柔还是与婆母同住 林宛柔运反严重极了 躺着不动就是吐 胆着吐出来的还不说 最后都往处吐血 婆母被吵得不行 整日的头疼 心神不宁 直接病倒了 我想着林宛柔头上的凤钗 弯起了唇角 我的东西可不是好带的 那上面抹了一些好东西 最是能扰人心神 正常人带久了 只会困倦疲乏 孕妇带 那便会加重孕反 无损于胎儿 但对孕妇来说 可是折磨 可他们抓不住我的把柄 因为这东西 本就不存在于这个世界 就算是他们查到死 都查不出来 我没空管他们 一心操办着林宛柔的那妾里 林宛柔位分上只能是个妾 但婆母为了弥补林宛柔 叫我比这取平妻的规格来 我心中吃笑 这不是明摆着 把把柄往成安侯府的正敌手上送 但好言难劝想死的鬼 婆母既然这样说了 那我照做就是 可我这乡正忙着 林宛柔那边又起幺蛾子 她哭着将柿子 与我叫到松鹤堂 说是我想残害她腹中胎儿 故而她才会身子虚弱 婆母病奄奄的 却呕着眉毛看着我 将手上的拐杖敲得咚咚响 还不跪下 柿子更是不分青红皂白 将林宛柔护在怀中 原以为你是个好的 不承想你竟然这样恶毒 我站在床前 母子俩像是审犯人的目光 好像我犯了什么 实恶不赦的大罪 可我又做错什么了呢 我心底冷笑 看着眼前的男人 从前林宛柔害死了 我腹中的孩子时 他又是怎样没护的 游记得她说 宛柔生性纯善 肯定不会做出这种事 是自己不小心 可现在呢 她无条件 无理由地帮林宛柔 这个害死我孩子的凶手 我攥紧了袖子下的手 心里恨意翻涌 可看着这张可憎的面目的脸 我还是压下了心中的火气 所幸 她快死了 我派人拿了帖子 进宫请了太医 将林宛柔上上下下检查了一遍 最后只得出了 是她身子弱的结论 我问 表妹线下可以安心了吧 林宛柔委屈地窝在柿子怀里 陀母却道 你又何须这样刁难容 正气要有容忍的哑量才是 我垂眸称是 眼下眼底的恨意 转身出了松鹤堂 我将曾经最得宠的姨娘 召进了芙蓉院 两日后 在后院一众姨娘中 沉寂已久的周姨娘 重获柿子的欢心 听说昨日 柿子从青楼回来 喝得微醺时 碰巧看到周姨娘 在花园里变戏法 徒手变出娇艳的花 还有亮晶晶的萤火虫 林宛柔怀有身孕 外面的女子又千篇一律 周姨娘容貌不差 这才又有了机会 那林宛柔为妾的事宜就绪 只等到即日就行 但看着堪比取贫妻的架势 我琢磨着 这个锅可不能让我来背 于是我很时去地生病了 趁着柿子在信头上 操持家务的事情 我暂时交给了周姨娘 周姨娘兴奋坏了 小和在一旁不解 小姐 你不怕周姨娘将管家权夺去吗 我歪在罗汉榻上 看着手里的书 自然是不怕的 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 况且管家全不是看钥匙在谁手上 而是看底下的那些人 听谁的话 但我会尽力配合周姨娘的 果然刚刚没两天 松和堂你就出事了 林宛柔接触了不干净的东西 身上脸上起了很多红疹子 起痒无比 林宛柔把脸都抓破了 听着小和给我描述 我微微勾起嘴角 这周姨娘下手还真是快准狠 林宛柔最在意的 就是她那张脸 现在就这样毁了 肯定会留下巴 听说林宛柔伤心地晕了过去 果然啊 这刀子得往心窝子扎 才是最痛的 婆母气坏了 将松和堂翻了个底朝天 但还是没查出过什么 我带着满脸并色去了松和堂请罪 送赏了两大箱珠宝 又说了许多好话 婆母压制住眼角的喜色 装作勉为其难地 接下了家务室 从去年开始 她将中馈交给我 就因为我出手阔绰大方 她日子过得滋润 又不用劳神 但照样可以压着我 当然乐得自在 且她是个拧巴性子 我要直接将管家全给她 她肯定不愿 要不是为了东窗事发时 我能将自己摘得干净 不然我也不至于绕这么大个弯子 才将这件事推到婆母身上 我装病多懒 府中的气氛逐渐热闹起来 林宛柔伤了脸 又孕期敏感 但柿子已经对林宛柔 没了太多的耐心 这两日大多数塑在了周姨娘那 我早就知晓男人的薄性 她们想享受女子的美好 却从来不想承担其中的责任 只想摘花 却不想承担养花陪土的艰辛 可看在婆母的面子上 柿子还是不像对后院中的 其他女子一样 直接咽起 等了许久 我终于等到了张玉使夫人的妹妹 出门上香的日子 我以身子不好祈福为由 也去庙里烧上一炷香 果不其然 在路上就碰到了张玉使的妹妹 一时就忍不住 就与她多聊了几句 回府后 过两日就是林婉柔的那妾里 那妾里的前天晚上 林婉柔扶着腰 顶着脸上上位好拳的伤疤 来到了芙蓉院 彼时 我正缠绵病榻 林婉柔站在床前 扬起了尖尖的下巴 表嫂 你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我只是比你晚来的两个月 凭什么世子夫人的位置 就是你的 倘若我早些来 便没你什么事了 你这样委屈求全 但世子表哥就是不喜欢你 就算是我害了你的孩子 表哥也还是护着我 往后 还请表嫂多指教才是 被子下 我死死掐住自己的手心 恨不得现在就杀了林婉柔 给我腹中未出世的孩子报仇 可现在不能 我掀起被子 一个耳光 狠狠扇在了林婉柔脸上 林婉柔愣了一下 瞬间红了眼睛 就要还回来 手却在半空中 对我死死拦住 林婉柔 当年的证据还在 大不了我就去对不公堂 闹个与死网拓 我倒要看看 事情闹大了 世子还会不会管你 曾经我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有太多事情 牵绊着我 爹娘不让 兄弟劝戒 家中还有代嫁小妹 更何况侯府是大 我要考虑顾忌的太多了 林婉柔明显是害怕了 用力将手抽出来 外墙中肝道 你等着 等我生下世子表哥的长子 我看你这世子夫人的位置 能坐到什么时候去 说完 她便顶着红肿的脸离开了 看着她的背影 我深呼口气 现在她有多高高在上 往后跌入泥潭时 才有多大快人心 林婉柔刚离开 世子就气冲冲地来了 与之一同来的 还有婆母身边的嬷嬷 嬷嬷嬷带来了婆母的话 将我狠狠训斥一顿 世子更甚至 她指着我 一副恨不得 让我跪下请罪的模样 还道 林婉柔的孩子 无论是男是女 将来都要比着 嫡子嫡女的规格 来出聘礼和陪嫁 就在我的私库出 算作是我给林婉柔道歉 我气急返校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好 那我就看看 她和林婉柔 到底有没有那个命 一日 纳妾礼 侯府内一片喜庆 婆母更加着重 请了许多人 可来的却寥寥无几 我窝在芙蓉院 听着小河给我 汇报前院的情况 不由得冷笑 还真是个拎不清的 那个气而已 哪家贵妇会来 岂不丢脸 但婆母却没意识到 前院四处声不绝 推背换盏间热闹非凡 侯爷充满怒气的声音 却在门口响起 蠢妇 随后侯爷便大步上前 一巴掌将瀑布母山的 晕头转向 小河站在我旁边 学得会声会色 我勾着嘴角 看着小河 真正的高兴 是捂住了嘴 笑容都会从眼睛里溢出来 我歪在榻上 轻轻抚摸着身旁的玉如意 前院闹得鸡飞狗跳的 声音大的在芙蓉院 都能听清 我派小河再出去探 随手端起一盏甜茶 喝了后心里 都舒坦了不少 听说是张玉使 今早在早朝时 狠狠地掺了侯爷一本 说他家中宠妾灭妻 藐视黄恩 是根本就不把皇上放在眼里 恰巧今日早朝侯爷 就急复发 向皇帝告了假 皇帝看着那个空落落的位置 越看越气 越气就越疑心 紧急将侯爷召回了宫 狠狠斥责一番 侯爷本就生气 回来看到这宫愁交错 热闹喜气的场面 自然是火上浇油 当场发作了婆母 我倾壳了两声 想着我是时候上场了 我让小河特意将脂粉 扑得白了些 脸壳带喘的 被小河扶着去了松鹤堂 世子早就被请了加法 被打得浑身是伤跪在那 婆母则是红着眼睛 一张脸肿的老高 坐在一旁 侯爷脸色铁青 屋内气氛很失凝重 我一进去 就冰歪歪地跪在地上 爹 您别气了 千错万错都是儿媳的错 不关娘的事啊 不用想都知道 婆母肯定会将事情 推在我身上 那这样还不如 我自己提出来 两相对比之下 我看起来还更懂事点 侯爷虽然脸色不好 但还是叫我起来 看着他对我 稍微缓和的脸色 我就知道 我爹会在朝堂上 为他求情 婆母却冷哼一声 正准备开口 却被侯爷截过了话头 蠢出生天的死祸 还有脸怪别人 明珠没有提醒你吗 侯爷毫不留情地 骂了婆母 他本就是粗人一个 在军中历练过后 身上的肃杀之气更重 婆母缩了缩脖子 世子见不得婆母收起 于是开口道 爹 这怎么能怪娘呢 侯爷将儿子这样不成气 更加火大 你这逆子 我当初不如不生你 世子也来了气性 耿着脖子道 你要是嫌我不好 那为何不多生几个 这下侯爷好似一只 被踩到尾巴的猫 直接炸雷了 抄起旁边的家法 又打在他身上 我在一旁看着这场闹剧 心里畅快极了 世子不知道 侯爷不是不想生 他在外面也有不少外事通房 甚至还干过 抢抢民女这样的事 只是那年在战场上 他伤到了根本 现在就是想生也生不出来了 不然为什么世子 这样混不吝 他都没有放弃呢 这条消息 除了侯爷 只有侯爷的专用大夫才知道 至于我 那肯定有我知晓的途径 天色已晚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看着任务的进度条 已经到了98% 接着便是99% 100% 下一秒 世子在侯爷的殴打中 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我心中狂喜 世子 死了 侯爷不信 以为世子装晕 又狠狠打了几下 才意识到了不对劲 顿时 松赫堂的凝重气氛被打破 又一阵人阳马翻起来 我适时地晕倒了一下 被小和搀扶回了芙蓉院 我只派了两个丫鬟过去 以表示关切世子的心 芙蓉院内 我靠在罗汉床上 手里攥着的 是我曾经满心欢喜 为腹中孩子奉的小衣服 只是 小衣还在 我的孩子却永远来不到时间了 若是她顺利出生 想来现在 已经会喊娘了 还记得那时 婆母很喜欢 让我去她的院子 占规矩 就算是怀有身孕也不例外 那天是个雨夜 我从婆母院子出来时 已经很晚 天上还下着大雨 小和一手为我打伞 一手紧紧扶着我 可千小心万小心 架不住有人暗害 有人在我身后 狠狠推了我一把 多么拙劣的手段啊 可我的孩子还是没了 已经六个月的肚子憋了下去 小和捡到了那人 掉在事发地的耳坠 是林宛柔的 可婆母和世子 将这件事死死按下 尽管我拖着刚刚小产的身子 跪着求他们 他们也都丝毫没有心软 没有想要为我做主的意思 也是那天 我绑定了系统 贤妻两母系统 只要我都大度 为夫君纳妾 操持家务 打理好中愧 做好一个正式的本分 等任务百分百完成 我就能得到黄金十万两 系统还能再赠送我一个愿望 我毫不犹豫地领取了任务 在任务进行时 系统时不时奖励我黄金珠宝 不然我哪来的那么多钱 去养婆母那么大的胃口 系统还为我提供消息线索 方便我行事 看着任务一步步完成 我的愿望愈发强烈 我要柿子死 我的孩子死了 害死他的人凭什么好好活着 至于林宛柔 像他这样的人 死了算便宜他了 他将在我手下 讨一辈子的生活 认我磨错 我要让他为我的孩子赎罪 我再次醒来时 神清气爽 柿子死了 侯府中一片搞素 可我还是要装成病歪歪的样子 在柿子的棺果前哭得昏天黑地 而婆母一时间 接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 直接一病不起 却还是强撑着身子 跪在了灵堂前 侯爷一张脸 死气沉沉的 眼睛中满是红血丝 柿子虽然魂不拎 但是有他在 侯爷好歹还有个盼头 这下 侯爷真是段子绝孙哦 哦 说错了 林宛柔肚子里还有一个 就在众人悲怆时 后院一小丫鬟 哭哭啼啼地跑来向我禀报 夫人 林姨娘她不好了 侯爷和侯夫人也猛地一惊 向后院看去 我随着几人 急匆匆地向林宛柔的院子赶去 等我们到时 林宛柔身下已经是一滩鲜血 不忠用了 侯爷眼中的光彻底熄灭了 身形亮翘了一下 似乎一下子仓老了十岁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双目圆睁 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 那小丫鬟战战兢兢站出来 说是昨天的事情过后 婆母认为都怪林宛柔 是她将家里搞得鸡飞狗跳的 又觉得林宛柔不详 故而让人看着林宛柔 让她抄写经书 不抄完不准睡觉 我吃笑一声 婆母出身乡野 纵然养尊处优这些年 可世家大族贵妇的见识没学到 尽学了一些这样磨错人的手段 当初我嫁过来时 她比这个还磨人百倍的法子都用过 现在到底是不比当年 一来恐怕是对林宛柔 还有联系之情 二来估计是怕伤到林宛柔肚子里的孩子 可她还是没想到 林宛柔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婆母也知晓自己犯了大错 又痛又悔 可现在说什么也来不及了 她又拒又悔 追心的痛跪在地上 侯爷 是我的错呀 是我的错 她声泪俱下 眼睛都要哭下 侯爷也是气急 一脚踹在婆母心口 婆母狠狠喷出一口血 倒地不起 我惊呼一声 上前将婆母扶起 跪地为婆母求劳 侯爷却置若罔闻 仰天长叹 上天待我不恭啊 她红了眼眶 有眼泪从她眼角划过 侯爷直挺挺向后倒去 她生生晕了过去 看着这鸡飞狗跳的一幕 再想想那个在我腹中枉死的孩子 心里涌上一丝畅快 一抱还一抱 不是不抱 时候未到 我将侯爷和婆母安置好 强忍着丧腹之痛 脸色蜡黄地处理着狮子的后事 落在外人眼里 我便成了坚韧倔强的贤惠好妻子 且狮子宠妾灭妻的事情 闹得满京城皆知 我现在越是伤心 对我赞誉的人就越多 这样的赞誉 往后与我大有注意 侯爷和婆母醒来后 身子都大不如从前 尤其是婆母 整个人全靠要吊着最后一口气 侯爷整日都呆呆的 将自己关在屋子里 不出去 外头流言传的满天飞 说他将自己的亲子殴打致死 还将发妻打成重伤 连皇上都惊动了 皇帝曾被先皇不喜 斥责打骂受了不少 故而他对侯爷将亲子打死一事 很是震怒 但皇帝并未发作 我冷眼看着两人如此颓废的模样 倘若他们知晓 林婉柔根本就没有怀孕的真相时 会是什么表情呢 因为这从一开始 就是我设了一个局 我特意将林婉柔 当成任务的最后一个对象 在他的饮食中下了假孕的药 筹谋的这么久 等的就是今日这样大快人心的一幕 整个侯府彻底沉寂了下来 可皇帝不允许侯爷沉寂 让他戴罪立功 便派他前去江南剿匪 江南一带水匪猖獗 百姓深受其害 侯爷本是水边长大 善水性 皇帝思来想去 没有比他更为合适的人选了 就这样 成恩侯府内 只剩下我和婆母两个正经主子 婆母日日躺在床上 病得极其严重 大夫说回天乏术 我偏不信邪 顶着大雨 厚着脸皮 前去张玉使家中找张夫人求药 京城的人都知道 张玉使极其爱重玉使夫人 曾在玉使夫人病重时 便寻天下名医 可张玉使与成恩侯一向不合 如今我竟然顾不上这么多去求她 一时间 我笑涕的名声在京中遍布 而回到家中 我只拍了几个丫鬟婆子 守着婆母 她的生死与我合肝 我只需要利用她 达到我想达到的目的便可 侯爷为国捐躯的消息 传回侯石 躺在床上吊着最后一口气的婆母 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来报的小司说 那水匪本就凶悍 侯爷的身子有暗伤 早就大不如从前 所以在最后一站中 被水匪击中要害 掉进水里淹死了 婆母睁着眼睛 空洞麻木地看着上方 我就站在她床前 看着她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 生命悄然流逝 心中快活极了 婆母哑着嗓子 宋明珠 你好狠的心 你竟然正虐待自己的婆母 你不得好死 我胆了胆袖子 款款力 从前便是我太好性子 顾虑太多 任由你柔缘搓扁 我原以为敬重你 便能好好过日子 不承想 你变本加厉 连我腹中枉死的孩子都能不管 包庇林宛柔 你可有想过 你也有今日 婆母目自欲裂 想要说话 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只能指着我 我蛮唇一笑 就算下地狱 也是你在我前头 婆母手上青筋抱起 脸色张红 终究是没了气息 看着床上婆母的尸首 我轻飘飘道 老夫人没了 准备后事吧 这两日我吃得愈发少 让自己看起来身形消瘦 憔悴不堪 毕竟家中接连办了几场丧事 任谁都好不起来 做戏做全套 这样才显得更真实 婆母和侯爷出病这天 家门外赌了一群人 他们各个凶神恶煞 自称是世子的债主 世子在他们那里 春宵一刻了不少女人 却根本没给挟金 还有在赌方输掉的钱 林林总总加起来 统共十万两白银 现在要是我拿得出钱 便让官果出门去 要是拿不出来 就别怪他们不客气了 我头上带着笑 扶着棺材 站在最前面 与那些人对质 敢问你说 我夫君欠你们银钱 可以有欠条等证据 若是有 我们前去官府何时 若是真的 那我也绝对不会赖你们一分账 哪怕是变卖家产 我带着一家老小绣花将洗 也都将你们的钱还上 可若是没有证据 你们信口雌黄 欺负我们府中只有妇孺 那我也断断 不会轻易放过 侯爷为国效力多年 他是皇上清风的成侯 就算是死了 你们也不能欺辱到侯府来 才在天界的颜面上 我定然要告到皇上面前 致你们一个 藐视天威的大不敬之罪 况且 我府中已有姨娘身怀有孕 等她来日诞下孩子 侯府也不是后继无人的 你们且掂量着 婆母死的那天 周姨娘查出了怀孕 我字字康腔 跟在我身后的几个贵妾 也都红了眼 是啊 别欺人太甚 他们有的都是小官家的庶女 被柿子收房时 给的是贵妾未分 侯爷和婆母死后 也是他们从旁协助我 那些人眼观鼻 鼻观心 最终道 好 那我们搁几个便去取欠条来 你们且等着 我看着几个离去的人 擦了擦眼泪 抬起了袖子 刚好挡住嘴角的那似笑意 出殡那一幕 在京中传得沸沸扬扬 侯爷死了 皇帝没了顾虑 做起了活人的功夫 皇帝言 念成恩侯为国孝忠数十年 又因功殉职 故不追究其毒打亲子致死 将发妻打成重伤的罪责 又念成恩侯世子之妻 忠永孝涕 仗义敢言 坚韧果敢 敢于维护天界颜面 追封世子为成恩侯 我为成恩侯夫人 待周姨娘诞下孩 将来封作世子郡主 我从成恩侯世子夫人 成了成恩侯夫人 待宣读圣旨的太监走后 我抚摸着明皇的圣旨出了神 实在是不枉我一番绸缪 那日在出殡时堵在门前的 其实是周姨娘的哥哥 但系统帮我做出了干扰 皇上也查不出这件事的端倪 正是有了这件事 才促使皇帝下了圣旨 功夫都是做给活人看的 家风一家子妇孺 换一个好名声 想来这位天子非常乐意 我心中欲贴 既然想达到的东西达到了 那也是时候去见见该见的人了 我回芙蓉院好生歇息了一番 沐浴更衣 带着小和曾在我摔倒的地方 捡到的耳坠 我去了林婉柔的院子 自从她小产后 我便不许大夫给她医治 自然也没有人伺候她 只有一个小丫鬟 任任来看她是否还活着 我推门进去 屋内弥漫着一股臭味 林婉柔病病歪歪地倒在床上 脸色苍白 眼窝深陷 纵使她没怀孕 可一次性来那么多鬼水 身体也是很难承受的 林婉柔动了动眼睛 眼中全是惊恐 却还是强撑着 宋明珠 你别得意 带一母消气了 她还会接我出去的 林婉柔眼中燃烧起了希望 我被她的话逗到了 冷笑一声 你还以为 会有人就出去吗 迎着林婉柔疑惑的目光 我挑了挑手指 一副大发慈悲的模样告诉她 你还不知道吧 你的一母早就死了 我步步逼近 看着摊在床上的林婉柔 倘若我的孩子还在 那又是一副怎样的光景 心中的恨意疯狂生长 婆娜死了 世子也死了 可我心中却不觉得痛快 如果可以选择 我一定要我的孩子不要死 林婉柔尖叫 这不可能 她是侯夫人 她怎么可能死 我身边的小和 语气中带着畅快 林一娘还不知道吧 如今你眼前这位 才是侯夫人 您口中的那位 是逝去的老夫人 林雨柔抱着被子 装若疯癫地向后退去 嘴里还念着不可能 是你 一定是你害死了姨母 我要去告官 她像是察觉到了盲点 眼中一阵兴奋 就向床下冲去 我国长 身后的门开了 进来两个五大三粗的婆子 一左一右 将林雨柔架了回去 死死按在了床上 他们浑厚的声音响起 姨娘糊涂了 我们夫人 自然是皇上与止亲疯的 您就不用瞎操心了 还是管好您自己吧 林雨柔被按得跪在地上 我居高临下地屁腻着她 将那没耳坠 扔在了林雨柔身上 你曾说 就算是证据摆在面前又怎样 反正你的狮子表哥和姨母 都会包庇你 可现在他们都死了 没人给你撑腰了 你说我又当如何呢 林雨柔这才知道怕了 她将头在地上磕得砰砰响 求饶声不绝于耳 我冷眼看着她 从前我的孩子死时 求他们处置林雨柔时 也是这样 那时林雨柔委屈地红了眼眶 缩在婆母和狮子的身后 所有人都护着她 可今时今日 她为鱼肉 我为刀组 我想 我终于能为我的孩报仇了 我让人将林雨柔扔进狗窝 和狗同住同时 她不是想要世子夫人的尊荣 想要锦衣食吗 我偏不 我要让她与狗争食 我要让她像个畜生一样活着 等她麻木了后 再将她从狗窝拉出来 让她过一段人的日子 给她希望 带她恢复一些 再将她扔回狗窝 周而复食 直到她死 从林雨柔处回去后 我便病了一场 任务彻底完成 系统也脱离了我 只留下了冰冷的 十万两黄金给我 我将周姨娘 接来芙蓉院 与我同住 她从前也是好人家的姑娘 只不过是被狮子看上了 想方设法地骗进了府 入府之后 林宛柔见她貌美极度 几番陷害她 我多加维护 她这才没有被害死 后来周姨娘有了身孕 却和我一样 惨遭林宛柔毒手 差点没了一条性命 是我将系统奖励 给我的上好的止血药给了她 她这才保住一条性命 周姨娘心疼地看着我 夫人 仔细身子 待孩子生下来 还要您亲自教养呢 我知晓她是关心我 心里划过一道暖流 只是抢一个母亲的孩子 那不是弯她的心吗 我道 只是借在我名下 还是由你养着 往后多到我面前走动就好 周姨娘默默红了眼眶 身子逐渐好些 我将府中的小妾 都照到一块 平日里由于人太多 唯有初一时无我 才叫她们请一次安 现在她们聚集在一起 沉寂的芙蓉院 顿时热闹起来了 看着静态极严的她们 我心中有些恍惚 我让小河安排人上了茶 下面渐渐安静下来 我这才开口 今日召各位姐妹前来 只为一件事 我是个没福气的 侯爷去得早 你们现如今也年轻 倘若又不想 在侯府蹉跎一声 想要出去的都同我说 我给你们一笔银子 再改头换面一番 便出府过自己的生活去吧 小妾们面面相去 各自瞧了瞧 便有人出来跪地 一脸坚定 夫人 妾身不走 妾身早就无亲无故 在府中夫人待我们又好 妾身要跟着夫人 陆陆续续 又有人跪下说 是啊夫人 说句不好听的 侯爷早死 妾身们现在也没什么可争的 不用伺候男人 在府中过清闲日子 没事说说话 玩玩叶子牌 别提有多快活了 听着这话 我竟然有些想笑 却不知如何反驳 的确是这么个理 底下也有人笑了 个个却都只能忍着 滑稽极了 我点点头 挂上得体的微笑 既然如此 那便这样定了 往后都好好在府中生活 但丑话说在前头 烟扎实 一箭都不许出 不然我便打断 他的腿发卖出去 明白了吗 看着众人应声 我心情很不错 没事 热热闹闹也挺好 反正我有黄金万两 养他们绰绰有余 全文完 不许出